那個二之二啊一開始 他就是看一下這一題 基本上呢這種題目就是希望你 把這個多項是除以x-2除很多次的 這個基本上就用到綜合除法 那綜合除法的話就先取 看有沒有缺項 缺項一樣補0 然後先把係數寫起來 然後因為這裡要除以x-2 所以我這邊寫的是加正2 然後先把1放下來1乘以2就是2 然後記得是用相加的 這是-6-6乘以2 這個這裡要相加 -6乘以2是-12然後相加所以是13 然後再來乘以2是26相加-4 然後再乘以2是-8相加是0 然後繼續再把1放下來乘以2就是2 相加是-4 -4再乘以2是-8相加是5 5再乘以2是10相加是6 然後再來一樣把1放下來乘以2就是2 相加是-2 -2再乘以2是-4相加是1 然後再把1放下來乘以2是多少 是2 所以是0 好所以最後呢 講一下 第一個出現的就是除了除一個x-2得到的余數 所以它是1 然後這個是豬 這個是c 這個是b 這個是a 這樣子一直在腿 好,然后我们接着看一下 好,来,我们来看于事定理跟因事定理,快点 于事定理的话呢,请看一下这边 他有帮你整理出来了 一般来讲啊,于事定理我们要去解释的话 就是f of x 会等于 假设你的除式是x-a 你的上是qx 然后你的于事是rx 这样子 那一般来说呢,我们如果把a带进去 这边是不是会等于0 为什么?因为a带a是不是0 然后加rx 那我讲解一下,于事定理其实跟因事定理一样 如果今天他不等于0 就区分成两个 你的于事不为0 跟你的于事等于0 于事不为0的话就是直接就是于事嘛 于事如果等于0的话 他其实就是因事定理 就代表什么?代表可以整出 因为你于事为0啊,不就代表可以整出吗? 所以这边你稍微注意一下 我觉得于事定理跟因事定理是一样的啦 于事等于0就是因事定理 因为就是代表可整出 可以整出嘛,于事才会为0啊 所以也代表也代表你的x-a是f of x的音事 因为是音事才可以整出啊 好,所以 所以 回来这边看一下 这个表格他帮你整理的是什么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啦 他只要告诉你说 如果f of x是这样,除事是这样 你要求他的于事就是带a 那他如果是这个的话 你代表就是-a 那他如果除事是这个的话 你代表就是a分之b 为什么?这个其实不用背啊 因为你就是要让这边为0啊 所以这边x就是要带a啊 那如果你这边的数字变成了 a x-b 你要让这里为0的话 x不就带a分之b 这样可以吗? 好 看这里有没有要写起来 把它写起来 好的 好 好的